因為昨天投資長也喊話說 民進黨現在是要讓人民在民進黨與台大之間二哥一做抉擇 那你自己是選擇相信台灣大學還是相信民進黨 學士制止就是一個民主國家應有的態度吧 從政者本身就是要以身作則來看待這件事 賴副總統傳出說之後越來越強幫林家龍不出水 那是不是有一種對待的感覺 因為兩位都聲勢很高 我現在是新北市的市長 我這一段時間都還在辦行動治理 更重要新北市還有很多的重大工程 以及市民需要我推動他們關心的事情 我也前進以後把市長的角色做好 就是蔡總統昨天到新北的時候是被抗議 然後就有綠營的人說是不是治安不太好 你怎麼看 新北的治安這幾年在全國的治安評価 和賞都明面前茅 尤其我們去年在國家檢光獎章 最高的榮譽裡面 連拿所有最大的獎項 不管是犯罪偵查 預防交通綜合規劃都市冠軍 所以新北市這幾年的治安是非常的穩定 所以我們謝謝新北市八千個警察的同仁的辛苦 我們大家繼續捍衛新北治安 大家加油